现在可真是个看脸的社会 就连车企造车都把外观设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样既能彰显自家工业设计的能力 还能在年轻用户群体里圈粉 那么这次我们给大家盘点三款拥有极高颜值的国产车型 很多人都说第一次见宋L马上就被圈粉了 龙烟美学的理念就是酷炫潮 不少年轻人就偏好这种风格 车身特别低趴 凌厉的前辆和车尾大溜背设计 让人一眼过目不忘 配置上宋L的堆调程度也相当惊人 拥有刀片电池 智能电四驱 云年底盘 底灵克智能系统 电条座椅通风加热 ARHUD单拿音响 主动相分也无一缺席 而在续航方面 宋L有550公里 602公里 662公里可选 在快充加持下 电池的会计速度也非常快 中短无续航完美没有焦虑 虽然我们认为宋L的颜值超赞的 但还是有些网友认为这辆车的外观 稍微有点用力过猛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极客001会有点贵 而这回极客007一上市 价格是不是没毛病了 流线型的设计朝气波发 只要二游玩起步 坚具运动范和优雅感 前列更加细长锐利 搭载90英寸一体式灯幕 灯光语言是最大的玩法 单电机板峰值功率310千瓦 综合续航可达870公里 充电15分钟就能增加610公里的续航 同样极客007也是个科技旗舰 拥有35.5英寸AIHUD 可偏转的向日葵中控屏 21样生性利体升 沟通8295智能座舱平台 科技配置真的是非常绝 有网友认为极客007一出 小米可能是最受伤的 对此大家又怎么看呢 赛给大家推荐一款高颜值家轿车型 就是长安取样A07 这车采用的是浮光美学设计 看起来很简洁 也非常稳重优雅 线条很饱满顺畅 纯电版本最大续航可达515公里 增产版搭载1.5升发动机 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 综合续航最大能达到1200公里 又省电又省油 在输出性与科技配置上 长安取样A07也非常足料 中共15.4英寸触控大屏 氛围灯 香氛 超大屏幕 14个扬声器加两个头领影响等等 体验很赞 长安取样A07 产品里没话说 但有网友认为 这辆车可能更适合女士开 因为太过精致了 大家觉得 颜值单道 各大车企 都在里推自家的高颜值车型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三款辆车 都是近期非常热门的车型 价格也不算贵 那么问题来了 你究竟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